虽说最近一段时间老黄的RTX30系显卡出尽了风头 但AMD即将在10月8日发布的全新一代Zen3架构够处理器 依旧有很高的关注度 随着发布时间的日益临近 关于这款桌面及CPU的相关规格也陆陆续续地被疲劳了出来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到底都有哪些关于AMD的新消息吧 今日据软件工程师Patrick Schur在推特上的爆料称 他发现了两颗全新的锐龙处理器 目前具体型号为锐龙95900X和锐龙75800X 但他俩在核心数方面 相比目前的锐龙93900X和锐龙73800X并没有增加 具体而言 5900X为12核心设计 5800X为8核心设计 除此之外 Zen3和现在已经上市的Zen3在外观上应该会一模一样 同时会采用7纳米的制程工艺 内部结构依旧会采用1到2个CCD 外加一个IOD的组合方式 但AMD却表示 除了外观方面与前代有诸多相似之处外 全新的Zen3架构将会空前强大 其中的CCX核心将会从一组4个增加到一组8个 L3机缓存也会从两块独立的16M替换成一整块32M替 同时还会改进SMT同步多线程 强化内存控制器 以及支持更好的动态加速效率 让Zen3的主频有望达到4.9GHz 并且更有助于玩家们手动超频 不过也有网友称 提升动态加速效率的主要任务 并不一定是提高CPU的频率 而是更好的应付长时间的高负载工作 可以在巅峰状态下连续跑更长的时间而不会掉针 这些改变相比Zen2来说 会带来17%的IPC性能提升 50%的浮点性能提升 如此看来Zen3的性能可能会起飞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与前几代通过不断增加核心数来提升性能的Zen架构相比 本次Zen3架构的核心数与Zen2基本一致 可能是在说明目前8核心和12核心的设计 已经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同时也有消息指出 为了方便消费者们区分记忆 AMD还将统一桌面端以及移动端的产品命名体系 将Zen3全部归入到锐龙5000系列 总的来说AMD在Zen架构方面的快速成功 令人印象深刻 而此次全新的Zen3处理器 又将是AMD迈向未来的一大步 不但会巩固AMD在定价性能扩展和效率方面的主导地位 而且还会加速抢夺英特尔的市场份额 至于隔壁的英特尔 目前由于转向7nm方向遇到了诸多难题 所以不得不继续研发10nm 加加加加加加加的支撑工艺 而下一代Corey Rocket Lake 桌面级处理器的发布时间仍没有确定 虽然英特尔自己说是快了 谁知道呢 相信AMD有了Zen3这颗神奇的子弹 并会成功聚集英特尔在游戏性能的领先地位 最终把打游戏嗨的IU 这局变成打游戏我AU同样可以 果然AMD YES 不知道大家对于AMD的Zen3有何期待呢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